你很想做怪獸家長? 我經常說我超有可能性 做怪獸家長 究竟是甚麼? 怎樣去定義一個怪獸家長? 是否當你和所有人不同 你是怪獸? 我覺得不是,所有人是怪獸 我們不是怪獸 現在所有人都很緊張 你不緊張,你才是怪獸 我生了一個兒子兩個星期 還在搞上奶那件事 那時有個朋友給我 就說你報了Play Group沒有? 那些是怪獸家長嗎? 那些是怪獸家長 就是這些 他問你在出生前沒有報? 他說我報了,你報了多少間? 他說我報了這間 數了幾間 如果我不報 是不是我沒有盡到 做媽媽的責任呢? 我老公是那些超級放鬆 超級放鬆的那些 他就說他不想玩這個遊戲 他覺得我小朋友的發展 是不應該被這些東西規限的 那就是你身邊 如果你個個都是那隻 哇,你還沒報? 那時候好像是七、八個月 那時候我的朋友說 你七、八個月還沒去排隊 他也不行 我沒有輸毒 那時候我的朋友說要回家 對 然後我就馬上拔過去 你兒子報了嗎? 還沒有 我兒子還比我兒子更大 還沒想過這些 然後我說 不行啊 今次我們兒子沒有輸毒 因為我老公教我游泳 他有很多客戶 每天都跟媽媽和爸爸聊天 是媽媽群 對 是媽媽群組合了他 因為他聽起來 經常都拎來拎去 對 我說你不用這麼擔心 我說你也不知道他什麼 我說你看看他究竟是石頭 是肉 還是法寶膠 不如看他大一點才決定 會不會好一點 其實怪獸家族 幫他們 什麼報二十間學校 什麼要 每天都有面試 什麼 就是殺望式 什麼都要報 然後我聽了一個說法 我自己很巴怡 我也是做了的就是 其實報什麼 考什麼試 報吧 有他吧 沒所謂 你報二十間就報二十間 其實是OK的 只要你在他要去面試的時候 或者之前 你不是勁勉他 你說你要讀什麼 你要我上什麼班 我現在跟你練習 只要你不是做這些 其實小朋友去過面試的地方 只不過是覺得 又去一個遊樂場 去另外一個遊樂場 所以我那時候 我想都有考成十間這樣 去的時候我就告訴他 我們今天就去一個地方玩 那裡會有些老師的 去玩吧 就算再說 就是再大一點的興趣班 我問他 好不好玩? 開不開心? 開心?好玩? 就繼續上 只要你不push他 其實你上二百個班 其實是OK的 我覺得 而只要你大他不累的話 因為大他其實也很累 當然 我覺得他們的壓力 老實說他打好幾十年 有很久壓 你現在有他一會兒才行嗎? 我的朋友就是 我的兒子連游泳都沒有學 因為我很喜歡讓他們在家吃腳趾 還有玩腳趾看電視 現在沒有小朋友玩腳趾看電視 對 我覺得我很欣賞我這個朋友 很爽 對